香港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住了超过700万人 而有九成的市民 每天都要依靠公共运输工具 港铁是香港最大的公共运输系统 维持铁路投资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以应付列车的营运 维修保养 提升工程 资产更新 和新铁路发展等旁大开支 是一大挑战 单靠车资和租金的收入 是不足以应付所需要的成本 因此 港铁采用了铁路加物业模式 去弥补收支的差距 以支持我们长远可持续性的铁路发展 为社区提供优质的服务 铁路加物业 是结合铁路拓展和物业发展的营运模式 这个模式既可以令到 公共运输系统达至置负盈规 亦可以推动市区的可持续发展 透过铁路加物业模式的协同效应 宝贵的土地 不但可以用作公共交通汇合处 更可以发展成为多用途的社区 我们在铁路完善发展物业 并且以铁路为骨幹 联系不同的社区 在铁路加物业模式之下 住宅物业发展 零售 学校 办公室 录化空间 公共设施 以及交通汇合处都可以融合在社区里面 港铁透过规划 设计及实施 致力建立可持续的市区生活 以及提升生活质素 铁路加物业模式有很多效益 主要的益处包括在交通便利的地区 增加人口密度 透过改善社区之间的互动 提升各区的连接性和活力 善用土地的价值 以加强工程的可行性 以及将集乱和吵炒的交通基建遮盖 以提供更优质健康的环境 铁路加物业模式 是一个涵盖经济 社会 财务 和环境等 多方面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有助融资和增加乘客量 改善不同社区设施之间的通达性 和提升土地价值 更可以提供可持续的生活 以提升生活质素 由1970年开始 港铁成功在多个地点推行 铁路加物业模式 包括德福花园 陆阳新村 康仪花园 杭花园 东中及香港站 多年来在融资和其他方面都见到成效 九龙站是我们以铁路加物业模式 完成的综合发展项目之一 这个多用途的社区 是兴建在面积达13.5公顷的车站上 当中包括一座办公室大楼 即是楼高118层的环球贸易广场 两间酒店及服务式公寓 6400个住宅单位 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和社区康乐空间 九龙站也是公共交通会合处 连接高速铁路和机场快线 将各个社区紧密地连续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日出康城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以铁路加物业模式发展的最大型项目 日出康城是以人为本设计的社区 这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发展项目 发展面积达32公顷 将会兴建50座住宅大厦 提供25500个住宅单位 给68000人居住 日出康城将会开发成为 一个一应俱全的书楼 设有大型购物中心 和多元化的社区设施 区内设有单车径 和广阔的绿化户外空间 提倡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绿色生活 日出康城里面 是以全天候的行人通道互相连接 在区内活动也很方便 铁路加物业是有效的营运模式 为社会带来莫大益处 这个模式善用宝贵的土地 协助筹集资金来发展新的铁路项目 以及提升乘客服务的质素 维持合理的车资水平 改善通道设施 提供方便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及提升生活质素 总括来说 铁路加物业是恒指有效的营运模式 为我们的社区带来经济、社会、财务 和环境各种效益 还将发展和交通疏楼结合起来 创造完善的连接网络 和建设充满活力的社区 港铁拥有铁路规划、建造和营运 以及城市规划和物业发展等专业团队 所以能在香港成功推行铁路加物业模式 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了解更多铁路加物业模式 感谢观看 谢谢 感谢观看